薄熙来被开除公职以及党籍之后 新浪微博相继解禁 薄熙来器官活摘的敏感字眼 而且直到现在都还开放一定空间的讨论 其中第21届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要求 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新闻 也在微博上传播 有网友吃惊的说是要变天了吗 自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引起中共政治风暴后 关于活摘器官与尸体贩卖的敏感话题就一再成为焦点 尽管中共内部不断封锁 相关的证据却一再浮出水面 不过9月28号中共政治局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 开除公职的处分后 网友发现微博悄悄解禁薄熙来 活摘器官活摘等超级敏感字 而且至今没有封杀 在新浪微博还流传着一条关于21届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播放新唐人制作的《自由中国》和《生死之间》两部片子 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 令网友震惊 有网友表示 这种丧尽天良的滔天罪行 在国际社会上早已世人皆知了 但在国内被封杀得很严 微博也对活摘这个词解禁了 这预示着什么呢 也有人说 要变天了吗 犯下反人类此等罪行 外交部人员还有脸出席 还有网友写道 活摘和薄熙来都解禁了 要出大事了 看到了很多证据 比如像我在新疆 这里有个医科大学服院 动手术的时候 需要人体器官 它这个速度很快 就调过来了 并且还有备用的 不符合一般规律 这个就是证据 相信活摘器官这个事情 是真实存在 并且有大量的实力 另外 关于薄熙来涉嫌参与大连尸体工厂的消息 也持续在微博传播 一旦全面曝光 薄熙来可能再劫难逃了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 施怡君采访报道